在我心里 没有什么比王位更重要 甚至我的姓名 没有帝王之家 上天注定我一出事就要征王位 要我做个普通的贝勒 那和个废人有什么分别 妈妈 你做贝勒的时候 没想过当皇帝吗 龙道正常 走满里地 我都谁就为我 儿臣不孝 王位 四五王子 十九王子 好 好 印针 挺胜 一定可以约美 转行 哈喽大家好我是蓝神 欢迎来到一人手臂剑 说起港剧中的皇帝专业户 我第一个想起的肯定是江华 自出源95年亚世 军令天下雍正以来 他的荣幸福变成为一大标志性特色 甚至由于笑声 他把每个角色都当雍正在眼 帝王般的气场 是和亚素的主角存在感 TVB曾凭借金融宇宙 推出了一众经典武侠剧 令人派出人称快 而与之不相伯仲的 ATV全人时期的鬼才编剧 更是堪称神剧 在军令天下中的雍正 是一个被金铁打压三十多年 遇过的纸贝勒 兴奋强权几十公里 在一步步魔化政治与头的大路上 除了气压 无论敌人还是朋友 都被他杀了个精光 为乾隆日后的挥霍生涯 扫赔了一切障碍 在巨末文武尔森不惜吸引寿命 练成魔合天杰和面神钢器 天下双绝 结果却被花生冬方块的江华秒杀 这也是雍正在此剧中 唯一一次斩入武功 可见其身负实在身不可测 江华的表演由雍正上升 提一辈此后 更是外塔梁胜地者九五之灯聚集 延续了其夺地才能 可谓是穿越剧的鼻祖 如今亚世岁已成立时 江华也成为士区的年华 但在男生心中 慢慢的都是那位正线难免的雍正 温柔慈爱的唐森 至亲邪魅的金神狼君 浪子不羁的萨克斯男子 由于大多数配乐来自于网络接屏 但是会把所用到的配乐 在公众号同文版中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